今天又来和姐妹们来分享一款最好吃的豆瓣酱蒸带鱼 带鱼我已经提前切好了 给它洗干净了 接下来我和姐妹们来分享一下这款蒲宁豆酱 不管蒸带鱼蒸螃蟹都非常不错 而且它的味道特鲜咸的 如果有姐妹们喜欢吃的这个蒲宁豆酱的姐妹们 我把这个链接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小黄车了 用到的话可以拍单回去试试看 味道真的不错 打开看一下 它里面的豆瓣非常干净 而也比较一粒一粒的比较清爽 如果喜欢下饭稍微咸一点 就可以稍微多放一点点 但是这个有点偏咸 这么多就够了 再来上面放点姜和葱 有了这道豆瓣酱以后 做什么菜都非常的快 一酱即成 再来点料酒 料酒我用的都是我们浙江的黄酒 做菜烧出来特香 水开以后我们就可以上笼蒸了 盖上盖子10到12分钟 好时间到打开盖子 关火取出来 再把上面的葱茄拿一下 撒点葱花即可 好了今天这道简简单单的豆瓣酱蒸带鱼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